每一個領袖或每一個巨星的背後都會有很多因人 我們叫做King Maker 在成龍的傳說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我身邊的陳志強 你看到他今天這麼風光 當然你花了很多力 但我也看到他很多時候遇到危機 其實成龍每個都捧到他這麼高的時候 你怎樣令到他捧回他下來 不要見到危機走過去 其實我想我和成龍工作了二十幾年 最有趣的事我想就是 亦都是最麻煩的 因為好像經常跟著他一路一路學習 好像現在越來越紅 朋友越來越多 世界影迷也越來越多 變了很多東西我都要重新學 譬如生意方面自己不懂的 現在又要學 而且我覺得成龍本身是很衝動的 耳朵很軟 耳朵很容易聽人說 有任何人要求他做些事 他都好像很不好意思說NO 我經常都要做那個醜人 明明有時候有些事他是對的 我也要找些理由跟他爭論 爭論的目的是希望他可以和他分析多些 讓他了解到每件事都有很多角度去看 不好意思 我想問他 他的巨星事件有很多記者生氣 久不久有些不是太好的新聞 甚至是可能是接近醜聞的時候 你怎麼救他呢 沒有的 我都跟他說 人當然有錯的 如果錯了就不怕認 總之自己覺得做得對就無所謂了 其實你幫他很多 其實幫他幫成龍 成龍今天有一幫人 或者一幫兄弟 沒有他們根本也沒有成龍 因為今天大家看到開場 那些危險的動作 就是成家一幫設計出來 做過了 試過成龍才做的 不過聽說成龍的成功 由很多兄弟手手腳腳堆砌出來 很多人斷手斷腳就是為了他 其實我想你們不只是為了錢 而跟著成龍 其實為什麼你們這樣做法 都肯跟他一起瘋呢 因為他是成龍 就是這麼簡單 有什麼滿足感呢 我看到你這麼危險 調來調去 滿足感就是為藝術 為香港的特技人做點事 你說兩句 你想說什麼 但是你們經常 我看到他踏到地上 看到一些騙亂枝 有斷骨 手腳 可能成為殘廢 這樣你也會博 有時候我們是因為看到他做 很多時候他新鮮事先做了 因為他現在這麼紅都做 那麼我們這些無名小卓 怎可以不做 多謝你們先 好了 請坐 好了 剛才我都說到 就是 G咪可以給我們的場務員 這次我都說到 成龍就是在過去日子裡面 拿了很多很多獎 其中有些片段 很珍貴的 大家一起看這些片段 沒法張假 當真 張國別探 要面對自我 要對得起一片心 兩件事在我的生活很害怕 第一件事是一刀 第二件事是一刀 第二件事是一聲 一聲 特別是英文 這令我非常感動 這令我非常感動 從來沒有將錯就錯 世界還會這樣 仍然都可分得真 大家看到成龍就是… 在最後的片段我們剪得少 你那次哭得吹吹聲 你那次為什麼哭 我很感動 我去拿一個結出華人中修成就獎 但是之前我頒一個獎給她 叫做最佳勇氣獎 是一個中國大陸的女生 她去排戲做花木蘭 因為不夠火 導演就加多些火水 為什麼搶火呢 四個女生都燒傷 她燒得最厲害 在七年來 人家帶她去美國 不斷地做手術 不斷地做手術 去到那裡 不是美國的中國人 是美國的美國人 收她做契女 收她做… 給她醫藥費 給她家裡住等等 到她上台自己拿張紙 去讀完所有的英文 每一個發音 我的英文都叫成龍英文 You understand good You don't understand sorry 她每一句字都練得 可想而知她多用心 去讀這個詞 多謝所有的人 禮心我要頒獎給她 我已經不敢看她 我看著她 我直接覺得她很痛 她給我 有時斷手斷腳 還要痛 我想起很多很多事情 有時我自己燒傷手 爆了臉 痛 但我覺得她整身燒爛更痛 那一剎那 還要我感激所有的美國人 去這樣救一個中國人 令到我一直在台灣 我忍不住在這裡哭 人都是一個感情的動物 還有令到我哭的 有一次在香港 一次過兩次 只是消防員 我看消防員看新聞 看到消防員死了 那幫人進去救她出來 每一個人厚黑面黑 握著東西 大男人 每個人都很大 抱著在這裡哭 那一剎我眼淚就流出來 其實你自己本身 現在在全球上高 即是現在旁邊的人 都視你為偶像 你本身有什麼偶像 是你經常想學習他的 當然有很多很多 說一兩個是你特別的 我特別 如果你說我喜歡 我也是喜歡電影的 好像是 Charlie Chaplin Bast the Kitten 這些都是我想學習的 他有什麼 令到你啟發 你的人生 你覺得這麼值得學習 他們同樣是拍電影 他們拍電影出來 很健康 也都沒有這樣的科技 沒有這樣的安全措施 去做這樣的危險的動作 拍出來的東西 是很健康 還有很有 就是 起碼我看了之後 我學了它 是一個很好的信息 說到信息 你現在不斷地拍戲 是不是 你拍這麼多戲 你也將會繼續拍戲 拍下去 剛才你都沒有畫過休止符 現在這戲在全球上越來越多人看 其實你有沒有希望 透過電影傳遞什麼訊息 有 我是希望傳遞 尤其是我覺得 不是 我不像李小龍的時代 李小龍的時代 一拍日本戲 日本人全部壞人 一拍西片 西片外國人全部壞人 我不是這樣的感覺 我第一部拍的 所謂的國際片 叫做紅番區 因為我去到外國 我很不喜歡見到自己中國人 欺負自己中國人 自己黑社會 去到 我們已經很辛苦 去到外國生存 還要去守我們中國人的陀地 所以我拍一部叫《紅番區》 拍到《紅番區》的時候 我Casting的時候 他們給了很多 我們在Bruns 一個梅芳 在一個黑人區 做一個supermarket 所以他們Casting的時候 給我全部都是黑人 我說我不要 我要一個中國人 我要一個法國人 我要一個意大利人 我要兩個黑人 我都是導演之一 導演不是這樣的 應該是全部黑人 我說為什麼要全部黑人 為什麼你說全部黑人才是壞人 我要讓人知道 白人 意大利人 黑人 中國人都有壞人 所以第一個去收 在Bruns 收梅艷芳的陀地 是中國人 我第一槌打中國人 接著我就打法國人 打美國人 就是這樣 你現在堅持在戲裏面 做英雄大陸 和好人 有些人都不知道為了錢 譬如 突然給你很多錢 做一次這麼多 衰人奸人 做不做 不會 試過 有人給我 我也不會做 黑語已經打電話來 很久以前 叫我做 我很喜歡 Mike Douglas 打電話來 叫我做黑語其中的男主角 那時候對我來說 已經是很多錢 我就不去做 我覺得我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我浪費了很多年的時間 去建立自己的形象 還在學習階段 突然間我一件事 可能小孩子會全都還滅 所以 那時候我都不需要錢 現在你給我更加不需要 好了 剛剛講到這一點 你一直都很強調自己 你的形象 你的影響力很厲害 但是在真實生活 你很多時候都可能 每個人都做錯事 也有些 遇到醜聞的時間 我們先看一個 就是你面對新聞界的片段 陳先生說過 現在香港的報紙 是九成假一成真 我現在信到十足 我找不出哪張 香港報紙是有公信力的 你們利用你們的文字手法 歪曲事實的一貫性 去做大很多事情 其實趁著今天這麼多記者 在現場才說 你剛才那段說話 當然是有一個很深刻的感受 其實你覺不覺得 你那時候也是你做錯了 然後就賴記者說好報道 不是 我做錯事我一定會去 Sorry 你看我以前我說錯的東西 不如小女兒我說錯 我是一個性情中人 我會說錯事我會做錯事 你們不要當我是神 我是人 我會做錯事 我做錯事我道歉 但有時候不是你們想像這樣 現在是某些 不是所有傳媒 聽著 我再說一次 不是所有傳媒 是某些傳媒 他們可以說是唯恐天下不亂 他們語不驚人 世不憂 譬如我像上次說 不知什麽十年監的騷擾法 我不是這樣說 我是說這裏少少 這裏少少 中間不說 就是成龍要記者坐十年監 他們已經是希望挑撥離間 最好就是你打我 我打你 他打 他們又有東西寫 我覺得身為一個傳媒 不應該是這樣 現在的傳媒 和以前很多傳媒已經不同 以前我坐下和傳媒說話 我說錯話 他們是糾正我的 Jacky不要這樣說 你不應該這樣說 喂 我沒有讀過書 我真的沒有讀過書 我說就說 有時候說錯話 現在不是的 現在坐下就 你還未說錯話 你說錯了 對 他就說錯了 但事實上 記者有個天跡 就像揭露一些政客的 表裡不一的真實真相 藝人一樣 你做錯話就照報道 對 你照報道 但你要真的去報道 你不要在這裏作大 他根本現在是作大 他現在代了 很多時候他代了 他已經代了答案 他再來問你 你不是這樣回答 他也是這樣寫 即是放在你口裡 他根本就是這樣 好的 他不報道 壞的就是這樣大堆 好了 電視部分時間差不多了 接著我們在電台和互聯網 繼續 跟大家說聲 拜拜 我們在山頂現場 訪問一下成龍 現場有很多國際英文 有很多記者的朋友 也有很多信心 旁邊的朋友 可以直接跟成龍對話 我們那個電話是172311的 然後各位觀眾 或者是日本的觀眾 都可以跟成龍對話 透過翻譯跟他講講的 記者朋友也都可以 剛才我們都講到 其實你去問全世界這麼多地方 接受訪問無數 也都面對不同國籍 不同種族的記者都面對 是不是香港記者很不同 你覺得太不同了 那邊的記者 我今天來到 和你做這個香港電台訪問 他就會寫香港電台訪問 今天怎樣怎樣怎樣 會全部登出來的 香港記者不是 今天我來做香港電台訪問 明天寫的全部 不是香港電台訪問 那邊的狗仔隊跟著我 我看到他轉身 我拍了兩張照 我們走的 我好好地給他拍兩張照 就走了 就不會騷擾我 我有我自己的私人時間 明天登出來的 都是這樣的照片 香港那些不是 一走過來就拍 我問你可不可以問問人 我指著他 大哥我可不可以拍張照片 拍了張照片 明天登出來的 都是那張 現在我們很慘的 我們有時候 我們都有七情六欲的 我們有生氣的 我們有時候趕時間 趕時間 明天寫出來的就是 不秋不彩 有時候撞到他 成龍打人 我給你好好地拍照 明天登出來 都是選最肉酸的那張照片 我不是全部 聽著 是某份報紙 某兩份雜誌 都是這樣 那些女生 很不容易 去尊重別人的派對 打扮得很漂亮很漂亮 最後出來是走光的 他們的相機全部是拍裙底 和拍空 何必已經變了質 所以令到我非常之 現在你買了一張報紙 剛才你說的現象 似乎很受到讀者歡迎 所以很多時候媒介就說 有這樣的讀者 就有這樣的新聞 因為他們喜歡看 我要訪問你 不是讀者歡迎 是讀者一邊看一邊罵 你不要逼些讀者去看 你們做民意調查 是你們自己做民意調查 你根本說讀者喜歡看 讀者是不喜歡看 讀者是一邊看一邊罵 我們如果少一點 現在有幾份好的報紙 你看一邊升起來 一邊升起來 一邊升起來 升起來是好的報紙 我覺得已經到了谷底 現在一邊已經好 現在的記者不用 任何人都做到記者 做了編輯 給你10萬 你拍到曾志懷剝衫 我給你20萬 你拍到成龍在周街走 我給你100萬 他們這樣做 現在變成記者不擇手段 去製造一些拍照 如果我這樣拍照 我會跟你親嘴的 現場有很多記者的朋友 剛才成龍所說的話 如果你們不同意 可以發問 不過這個時間 我們有位是歐女士 歐女士請說 Hello Jackie 你好 你好 我想說 最近你好像對香港的傳媒很感 會不會因為上次他們報道你 私生活 有個嬰兒女那件事 就覺得我們是針對你 其實我覺得香港的傳媒 疼你已經幾十年了 其實好像 我提到曾志懷 他爸爸那件事 不是說被人招了出來 是有某件事 走到台灣 他很大方地跟人說 是啊 我爸爸發生了這樣的事 那麼大家的傳媒 啊 是啊 他肯承認 那麼他就不會追查下去了 那麼會不會 如果你用這個態度 正面一點呢 那麼香港的傳媒 會給你一些空間 不是 我上次我都認了 我都說我不是神 我是人 我做錯的我一定會道歉 是你現在所見到的報紙 你見到的 一個小孩在車底那裡 他拍了出來 一個人跳樓 他拍了出來 血淋淋的東西 某 他們現在拍照 拍到入屋 很多人 很多人都 我們大家坐在一起 現在有記者 在對面樓撥你 在對面樓撥你 他們做的手法 我剛剛說 我們給你很好的拍照 你們就不拍的 永遠是選最肉酸的那張 跟著我們講完的東西 他就歪曲事實 最好就是 我說錯一點點東西 他就抓住那個東西 就說我罵曾志華 明天他就問 沒有經過我的同意 他就跟曾志華說 然後說曾志華又罵我 最好呢 變成我兩個不見面 就對罵 現在是整成這個局面 但是很多時候 新聞界都會覺得 這個是一個採訪自由 一個言論自由 一個報導自由 不是 我說你們 你們可以說 我也可以說 你們可以說 你們可以說 你的自由 我可以說 我不喜歡你們這樣做 我現在不是說全部 事實是否有很多藝人 很想只給好那邊的人看 不是 最好不要拍到我 不要報導 我們藝人 都有一間海群之馬 現在記者都有海群之馬 某一個地方都有海群之馬 我剛剛上次講的那個騷擾法 那個騷擾法 沒有狗仔隊好嗎 我覺得不好 有狗仔隊好好的 可以報導很多我們不為人知的東西 哪裏走私煙 那些人蛇 對這個社會是非常之好的 不過就是這樣 任何東西都像用一把刀 你好的時候可以切東西 不是 我今天 我是一個怪孩子 我以前和黑社會坐在一起 我看到黑社會在一起賣白粉 今天這個社會教導我成人 社會教導我成人 做到今天這樣 他們給錢我讀書 我覺得他們給錢我 應該成龍基金 我成龍基金給他們 就是社會教導我 現在他們不是 但是他們根本就是拿一支筆 他們的筆是一支刀 來的 一天就在那裏寫 他們錯了 就要登錦細段去道歉 如果現在你做了報紙 其實你那張報紙是想做藝人的喉舌 還是想做真真正正報道新聞的報紙 那張報紙是真真正正的報紙 現在香港有很多份很好的 星島非常之好的 信報 我們希望可以跟著 follow信報 經濟 星島 明報 很好的 有很多好的報紙 我們都 不過說起做藝人 因為影響那麼多年青人 比如像你這樣現在 不單是影響年青人 影響了全球的觀眾 或者聽眾 或者影迷 那我想你自己 都要很珍惜自己的形象 和自己的羽毛 那你有沒有 整天都警醒自己 喂 喝杯飲料 喝酒都是 喂 差不多就好了 當然有 當然有 以前我根本就很自由 自由自我 但是因為我的電影成功 越來越去到外國 有時日本又叫我做警察大使 台灣又叫我做警察大使 即使我不是韓國人 現在韓國都叫我做足球大使 我慢慢才知道 哇 他們放了太多責任在我身上 我都說你們不要當我是神 我是人 我會犯錯的 我今天犯了錯 我今天道歉 以後不擔保我 不會在第二個問題上犯錯 你們去教導我 你們整個社會 你們去教導我 去做這些事 既然你給我這麼大的責任 我就教導我 慢慢去學 我很好奇 其實在過去40年 其實你真正入影圈 由七八年到現在 當紅都已經有二十幾年 一路一直紅到現在 其實有沒有哪次 一兩次的危機 你真是想回頭都一整身汗 都沒有什麼大錯 都沒有什麼大錯 我一直就是這樣 我喜歡拍的電影 我喜歡在電影講 我自己喜歡講過的東西 我喜歡群在一大群人去玩 我喜歡幫人 你講到群在一大群人 你選擇朋友或者玩什麼時候 你有沒有很細心仔細考慮一下 我會自己去分一些是什麼朋友 一些生意上的朋友 有些是玩的朋友 有些是幫助我的朋友 譬如我不用每天見你 我們一見面就知道 我們那個波段 他會有我們的講話 我看到陳芬奇和智慧和智慧 我會自己分一些朋友 如果說好和壞 可能20年後才知道 爭氏怎麼這樣壞 你可能知道成龍十年後原來如此壞 很難在短短的時間分析這個朋友是好和壞的 好 在繼續之前交給聽眾 就是余先生 喂 是 成龍大哥 你好 我又叫我大哥 稍後再說大哥這個問題 你說吧 我想問一問一件事 就是現在成龍先生 你在日本那個知名度都很高 或者你會不會沒有一種風險 為中國人說一些說話 比如好像二次大戰的時候 日本人對中國人做過很多很不好的事情 其實很多現代 新一代的日本人其實他們是不清楚的 因為他們在官方途徑根本不可能知道當時的事實 你說得很對 因為 包括我自己都不清楚 我呢 就不喜歡政治的 一直以來 你見到這麼多年來 我一碰到政治 我覺得政治是很髒的 一碰到政治 我就退後了 很多人叫我去助選這個助選 我都不會去的 我只知道我將我自己的position做好去 如果今天政府有需要我做任何事 我都會去做 你看 今天叫我做奧運大使 我做亞運大使 我做香港大使 我做 你有沒有想過哪個適合你做 哪個不適合你做的 沒有的 他們叫我去做 我覺得是幫到我們自己的中國人 幫到我們自己的國家的事 總之 你叫我去做 陳志強跟你檢查一下 對 你不是今天叫我去打一個人 你今天叫我亞運去做 有很多意義的 比如說 你明天飛去亞運 跟我們爭亞運 你都想想 喂 香港應不應該爭亞運 或者前一陣子跟中國爭奧運 那有些甚麼 你想想 喂 我爭了之後 或者爭到 是不是真的好先的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整天都說 如果說完 明天他們又寫 我真的沒有讀過詞 我沒有去考慮 你問我電影 我知道了 我拍得好不好 這個鏡頭我拍得殘忍了 對小孩子的影響不好 我以後不拍 不過事實 我說 譬如中國爭奧運 可能將整個城市的人權 環保 交通 全部改善 在短短的七年之內 將整個北京 整個中國 全新增加了 你看看 韓國也好 日本也好 澳洲也好 是很好的一件事 這不是單止我們的事 是全中國 是炎黃子孫的事 OK 如果大家想和誠童聊天 172 311 新世紀 新年世 有新問題 作為香港領導人物 會怎樣面對 令香港繼續展現生機和力量 訪問各界喬楚 反映各方訴求 香港領袖系列 剛才成龍 大家看到的 一說起大哥 陣陣 因為我訪問前跟他說 每個人都叫你做大哥 人老過你又叫你做大哥 旁邊的人叫你做大哥 是的 叫大哥好像很威風 其實有沒有想過在大哥的背後 你負多少道義的責任 形象的責任 人家對你的期望呢 好 我從來沒有叫我大哥 我也不知道大哥是怎樣來源的 我想是可能在某一年 有一個人想拍我們 影圈的那些女生的壞事 我站出來去反對 不給這件事 還有我們很多抗部大遊行 還有打翻版 我組織香港的影響人工會 我很喜歡搞大團結 搞一下 人家叫我大哥 我說不要了 又最有趣的一件事 就去到外國 任何一個China Town 那些老人家 老人家 老人家 叫我大哥 你不要叫我大哥 叫我Jacky Jacky大哥 他都要叫我大哥 很多這裡的小朋友 這個成龍大哥 有一次我在打馬地一個官方的東西 一見到我們董特首 我們大哥來了 我說你不要叫我大哥 你是大哥 已經是 到現在叫叫盒掛算了算了 但是現在我才明白 尊重我的人又叫我大哥 害我的人都叫我大哥 舍船歌後三分險 現在我才知道什麼意思 不過說起剛才你講到 影響人人都看著你 做大哥 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你曾經的確是帶頭的 我們看一些片段 黑社會是掃不盡的 但是現在我們要掃的就是黑社會中的敗類 其實你的凝聚力都很厲害 不如這樣 我不問你了 因為很多現場的朋友想問你 你說有沒有 是 是那裡有 那裡 阿全哥 喂 那裡 阿全哥 你給個名字 你給個名字 好 這是外國 是 誰想問啊 這個 來吧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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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Hello Jackie Hello Jackie I'm from India When you're going to come at Indian movies Good question I just come back from Bollywood Yeah In London OK And we contact with a few producers right now OK Probably next year I'm going to India for location hunting OK We have two scripts going on right now OK And I'm going soon I'm going soon I know Indian people love me I love you too I love you sir I love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OK Thank you 不過我在這裡 你看過觀眾問之前 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 阿成龍 剛才我們說過 他沒有怎樣受過教育 他沒有學過英文 那你英文在哪裏學的 誰逼你學到的 是ABC都不認識的 是啊 我聊過經理人 他有時中英這樣夾 有時解釋給我聽 譬如我有時看Time Magazine 看CNN 看過的 不是 我看不到 我看 這是什麼來的 這是什麼來的 他就解釋給我聽 就是自學就可以 是 他就叫我 是怎樣去串一些東西 接著我看新聞 我就把那些字幕蓋住 一邊聽 不如Kidnapped by Iran 哪裏是伊朗呢 威尼教我伊朗 伊朗 伊朗 President 就是慢慢 有時我看新聞 就算現在我在電台上聽 Yeah today is 1945 The weather is very bad 他講我 我跟著講 I will say very bad Today is good Thank you 證明一件事 只要肯做 一定進步 肯學就會得 只要你肯做 又有另一個國籍的朋友想問他 Where are you from? Mr Chan I'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Los Angeles Yeah Who will be the president? Who's the president? I'm not sure Yes I'm not sure Mr Chan You're a well liked Celeb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verything And your martial arts is really well Do you watch any of the other martial arts actors? And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Oh I Besides yourself I watch so many You know I'm martial artist Of course I have to learn Some somebody like Van Damme Stalone Swastnega And Steven Scal If I know them better Then I can Totally different than Because when I watch them They're more like Tough guy No sense humor And this is Five or something Like a just Special effect So this one Okay in my movie I have to put more humor Comedy No special effect Jackie Chan is a special effect So this one I think people like it So I continue to do My things Yeah You like it? You like it? I miss Chan your favorite actor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You want to ask some questions? Okay 其實你自己都經常看不同的功夫片 去學習 我先 因為知己知彼 八戰百姓 我先去看別人那些是甚麼 因為很坦白說 我看見他們的系列是一樣的 是 全部都是加了很多特技 還有那些東西 Okay 你自己本身現在 在電影上高上都有公認一定的成就 但是港產片 大家都知道在過去那幾年 不僅要谷底 是谷底底底底底 很多人都說 就是今年好一點 早兩年經常跟我說 就是浪費錢進去看電影 其實你作為一個影圈領導人 很多時候他們當然說是翻版 翻版之外 你有些甚麼可以警醒一下兄弟姐妹 除了翻版 我們自己本身也要檢點 以前的 這是惡性循環回來的後果 以前一窩蜂去拍黑社會片 一窩蜂去拍那些 叫做旺角那些什麼 叫做劈油的那些什麼 滑仔片 滑仔片 全部一窩蜂去拍這些片 現在觀眾根本都沒有入場用 到了高一層的那些 就不拍那些快片 在中層次的那些 根本現在停止了 新一批那些 鬥快 百二萬拍一部 百日 八十萬 七日拍完 你快我快 誰便宜 但是你不要忘記 在便宜的之中都有好的 但觀眾已經不入場去看了 現在除了大製作 四千萬五千萬 但是有多少人再投資四五千萬 是沒有的 今天是我們自己本身也要檢點 不是只是怪翻版 怪任何人 我們也要自己檢點 其實我們現在面對很大的市場 中國市場即將開放 如果我們的片的水平是這麼低的話 體育市場被何利潛吃了 是啊 現在已經吃過了 現在是整個文化被人吃了 你看現在所有的年輕人 聽什麼歌 聽英文 走路 所有的動作 全部都是這樣 是不是 聽的是 聽聽外國歌 喝的是外國汽水 吃的快餐是外國快餐 沒有我們自己的文化 但是我去到外國 原來外國人是很喜歡我們中國文化 所有人的Tattoo 都可以踏出中文的 所以我才知道 我回來才讀起身歌 我要穿糖葬 我要將我的糖葬發上全世界 希望用我的小小的面力 他被人家說我們糖葬是很… 雖然很多人說我是Bellboy 但是我會照著 總之來說 這不是很像的 總之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 你的產品 你的高質素 才要求別人喜歡你 就不要賴 我是這樣的 你越想我死 我越要不死 你越想我不成功 我越要成功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那聽聽陳先生的電話 陳先生 請說 Jacky好 你好 我想問問問 Jacky你覺得現在電影的質素 和未來香港電影的質素 會去哪 還有現在香港有一小撮人 經常在這盛窮 但是他自己又不肯去進取 就是希望你說一些鼓勵他 例如哪些人生窮又不肯去進取 哪一類 就是有一小部分人 就是自圓 就是希望Jacky就給他們一些鼓勵 好嗎 我剛剛才說完 我是越沉的時候 我就越發憤 我最記得 我在最沉最沉的時候 我看了一部電影 為什麼我這樣喜歡史太龍 就看Rocky 看完之後我回去繼續練功 繼續發憤 我們今天香港電影 我真的是夠由自取 是我們自己濫泊成風到今天這個效果 是我非常勞氣的 但是好在我還有一批有心人 不斷地在這裏和政府爭取 我不斷地爭取多些外國人來 我們香港拍戲 無論是Rush Hour One Two 和Shanghanou 我都拉到他們回來拍戲 你叫我怎樣再跟別人說 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再說別人 你什麼都說了 你扮大哥 我現在不敢扮大哥 我只是做自己 我拍好自己的東西 很多人想我死 我不死給你看 你想我失敗 我不失敗給你看 我做好自己的本分 如果我相信 每一個香港人都是這樣想 其實我們香港是很好的 我當時最頹喪的一件事 就是在土耳其 看到所有新聞 網絡那些事 沒有一件事好的 我們香港 香港不好 香港政府不好 陳芳溫身不好 董特首不好 學生不好 教師不好 中國政府不好 中國領導沒有一件事好的 最好就是那少數的編輯 和那幾個狗制隊他們最好 他們沒有人拍他 編輯沒有人寫他 他們天天公審別人 他們錯了 道歉錦細段 不好的事 燈錦大段 我們機場去罵 原來我們機場已經是世界 全球一流的 燈錦細段 一天 這個令我非常厲害 為什麼 我們很壞 香港人自己都唱自己 自己踩自己 對 我們不斷在外面 控制我們香港 非常好 香港怎麼好 但是這批人 一直在唱 我們香港就是這批人 不過我講句公道說話 香港不好 我們應該講 香港好我們應該講 千萬不要只踩踩踩踩 講壞那邊 你壞這樣大篇 你好的也是這樣大篇 沒錯 你錯的你要道歉 他錯的 道歉 敢小篇 好 罵人家十篇 這個時間 我們有位梁女士 跟大家聊聊天 陳生 你好 你好 我想問你一句說話 你很艱苦的日子長大 很辛苦去奮鬥到今天 你有沒有感覺到有時候 尊嚴比操嚴還要便宜 尊嚴比操嚴還要便宜 有沒有這個感覺 是的 我很辛苦 很辛苦去做 即是沒有尊嚴長大 我是沒有尊嚴長大 我被人奎落我 當著所有農夫武師 罵我媽媽 叫我滾出片場 我滾出去流著眼淚 突然想起 他為何要罵我媽媽 我轉身想進去打個導演 終於被紅金布壓住我 你瘋了嗎 一直被奎落奎落 所以現在我不斷去幫人幫人 所以我成立成龍基金 無論是在這裏也好 在日本也好 我也去成立一個基金幫人 全世界幫人 但是很快就被人寫 兩個字一寫 就寫得我失敗了 不過這樣 剛才你也說了 總之很多時候 在你的成長路裡 不僅是掌聲 也有嗝聲 有 一定會有 一定要作為知名人 一定要面對 好了, 今天我身邊 就是國際巨星成龍 新世紀新形勢有新問題 作為香港領導人物 會怎樣面對 令香港繼續展現生機和力量 香港領袖系列 訪問各界喬楚 反映各方訴求 主持曾志華 剛才你說到 有很多事情很生氣 但是你有這樣的成就 除了你自己之外 剛才我都說了 陳志強的成家班都幫了你很多 你是一個幸福的人 因為很多人在你背後 其實說真的 你到今天的位置 是不是你心裡有些人 你一定要感恩 一定要公開明謝他 有很多人 除了我家裡 爸爸媽媽不說 你太太 我太太 他沒有給我後顧之憂 真的沒有嗎 沒有 他真的沒有 100% fully support 有甚麼事都不罵他 我對兒子很對不起 因為很多時候不在他身邊 那兒子現在怎樣跟你說話 Hi there 他又叫我大哥 他已經很美國化 很成熟 多謝陳志強 多謝一個過世的何冠昌先生 說到何冠昌 我看你的自傳 其實何冠昌 是唯一在你成長路上 一直勒著你去的人 成龍這件事不能做 那件事不能拍的 一直勒著你 他一聲突然間 是去年是嗎 兩年前 兩年前離開了 其實你會不會 馬上做錯事 沒錯 會不會很擔心 你現在好像一隻 衝著的馬 沒有人勒你 現在 你快要躲到山崖 我是幾 沒有人問 以前我任何事都問 現在很多時候 就這樣 我就做 就是這樣 例如我今天上來 有些事情我應不應該 我都要問他 你不要說 不要得罪傳媒 因為傳媒很厲害 他會寫碎你的 但是我剛剛給你說兩句 我已經一聲說出來 但是如果他跟我講過話 不要說 我一定不會說 一定不會說 但現在沒有人可以控制我 現在我沒有害怕 我沒有害怕 我真的沒有害怕 現在我一個人 我最大 也是在最危險的邊緣 是的 是很危險 當你沒有害怕 我生涯 說什麼 我成龍我走跳 我現在已經在一個 叫做新死邊緣 真的 政府 無論是我們所有中國人 所有的影迷 給我太多壓力 太多 高舞 期望 高舞 掌項 追出來拿 我已經變成 你想想 今天 譬如我們 這個演出很開心 我喝了兩杯酒 我開車出去 不是我撞我 人家撞我 明天頭條是什麼 成龍醉酒駕駛 是的 如果 這個是 害我 什麼形象都沒有了 是的 幫我的話就是 派對之後 成龍被人撞 好在 雖然喝了酒 不是 這個是幫我的 但是有幾份報紙這樣寫 但是有很多報紙會照實報道 但是有些一定 成龍醉酒駕駛 好 有位馮太想跟你說一下 這個做男人的責任 馮太 是 我是馮太 我想問成龍 在電影上 很多角色做得很好 但是 在社會上都很好 我想問他 當他自己是父親 他覺得自己是怎樣 是父親的角色 你講得非常適合 謝謝你 我非常不好 但是我是盡量去做 我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 我希望我下一代 我爸爸沒有受過教育 我沒有受過教育 我希望我下一代受很好的教育 所以我讓我兒子去一個很好的地方去讀書 我的責任就是周圍列國 你都見到這麼多年來 我是周圍列國去拍戲 難道我帶著兒子周圍去 沒有可能 他永遠都在 我去到三個月四個月回來 三天又走了 回來四個月又走了 我連他在讀中學 我都去小學接去的 那一次我真的 所以 接錯了 我都接錯了 但是你說 我想怎樣 不是因為有狗仔隊 拍我兒子在哪裡上學 住在哪裡 車牌那裡 我不會帶去外國讀書 我是怕他被人綁架 我馬上帶去外國讀書 他們都會飛到外國去拍攝他的 這個是非常 不是沒有發生 是有發生 我這個我是盡量保護到 他的人身安全 其枝之外 我希望是 學校教到他 他媽媽教到他 我真的教不到 你說讀書我怎樣教他 我不是一個好父親 但在另一個方面 我亦都是盡責任的父親 其實你現在 你知道狗仔隊這麼厲害 都試過幾次 你會不會 在任何場合 一見到女人都彈開了 都不會 我便做回自己 我不怕 我都說現在我沒有有怕 我甚麼都不怕 只要我走得正 我剛才說過 我會做錯事 我會道歉 但是錯了之後 我以後會不會 在任何事件上犯錯 我不知道 但我希望在這個過程之中 你們去教我 提醒我 以前我和記者坐下 他們提醒我做事 你不要說這些 等一下你會被人 保護我的 保護我的 他們在教我 現在是 一開聲就拿個陷阱給我 先拿個陷阱 那個人說你甚麼 你怎樣 然後說我不抽不彩 態度非常之惡劣 世界變了 不過說說你自己 你和家和捧起了兩個世界級的巨星 李小龍和你 現在兩個都在世界成為一個神話 你和李小龍怎麼給 我和他 你說現在我馬上 這樣沒有了 大家的意思 可能會和他 給後人 一世人去比 現在當然沒有和他比 他是我的先人 他是我的偶像 他也都帶領我們 不是單止我 我們所有人 包括李連傑 周潤華 去踏入世界市場 他和我們走第一步 我自己只不過現在走第二步 希望繼續有人走第三步 第四步 他無形中 是我們全中國人 是一個英雄 他已經變成了傳奇 他已經是傳奇 好了 還有一分多鐘 都要結束今天的訪問 問多一條問題 你現在已經 積累了無數的財富 也有這麼大的知名度 其實 你的終極人生的願望 有沒有你想過 我就是知道做 一路做下去 你只是一路享受過程 是 我希望做到最好 做到有一天 我覺得我不做為止 我今天可以有能力做 為甚麼我不去做 所以任何人叫我做 我都會做 你有一個目標 譬如我成為一個 一個中國 在中國站在甚麼位置 我只是知道做好它 我不敢 你說我要拿歐士加 我要做全中國的電影委員會長 但你有這麼多財富 你這生影響不中 你的財富是怎樣 沒有 培育下一代 做多些善事 做些有意義的事 做些有意義的事 好 今天很感謝 成龍擺給他一些掌聲 好嗎 謝謝 真情流露 謝謝 香港領袖系列 下個星期到第七輯 第七輯就是 我們的行政會議 召集人梁振英 到時我們會在嶺南大學 現場直播 拜拜 謝謝